今天我们非常的开心 可以邀请到法兰提纳甜点工作室的创办人 陈正佳先生 Errol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专访 Errol你好 你好 Errol其实法兰提纳甜点工作室 已经成立了非常久的时间 从2011年到现在 对不对 你是用斜杠的一个方式一直到现在 然后等于是 正直的这个部分 对于你能够创造出这些甜点 其实是有加分的 为什么 对 那因为你正直的工作上面 其实你会得到的一些资讯 跟一些相关的产业的一些 呃 原物料啊 其实你对这个方面 其实蛮多接触的 那你有一个本身有 一样的工作 那你下班之后又去做从事 一样的一些发挥 那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一个选项 这样子 其实你是本科系 对本科系的 所以你一直都待在这个 这方面的领域 对 然后在这个领域从 还没当兵前就到 就是这个领域的 这个领域的 那你退伍之后 到饭店去工作 那一直到现在这样子 很多的这个原物料的供应商 他们会开课 对 他们为什么要开课 他们开课 工业商开课 他其实是一方面 呃 吸引这些 呃 你对甜点有兴趣的人 去做 课程 嗯 那去学他们的一些 甜点的资讯 嗯 甚至是一些 呃 他们会上市一些呃 可能从国外进口进来的原物料 甚至是他们厂商 嗯 本身自己研发的一些原物料 OK 来做一些甜点上面的搭配 嗯 那搭配了这样你的甜点 当然就会跟人家不太一样 是 对对对 嗯嗯嗯 你当初呃 一开始会跨读进来 也是自己真的呃 呃 业余就是说 嗯 正值以外的这个时间做甜点 做出口碑 所以让那个咖啡店来找你合作 对对对 对啊 就一开始就是 欸 就人家介绍 开咖啡厅的人 嗯 朋友跟我认识 嗯哼 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们需要甜点 嗯哼 那需要甜点过后呢 我们就是去做一些属于他们精品咖啡的甜点的研发 嗯哼 那后来就是再把那个研发的一些甜点做的算是算是他们店里面的一些主要商品 主力商品 然后再来就是OK 妈他们地理盒 也是用特别 taking care 也用这些东西下去做搭配 对对 嗯嗯嗯对对对那个时间很快喔 你的甜点甘受欢迎的 对还不错但那个时间点它大概 стать 我三到四个月左右就买得很好 如果你很有趣 就是虽然有这样子的一个 其实也算是有知名度了 然后有这样的订单量 你仍然就觉得说我要用写杠的方式 然后一直到现在 其实这样子也好 因为你有更多的这个空间 就比如说一些很克制的东西对你来说 你就是可以去符合他们的一个需求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出货的压力 因为基本上会做写杠 当然是你要时间的调配 那再来就是 你如果说你承接了什么样的一些订单 那你承接完订单的那些产品 你也没办法给客人顺利的完成出货 准时出货 这个就是后面的空管 那就是非常的对你来讲算是一个挑战 是比如说现在如果说 因为你已经有接之前那个克制 它是属于那个礼盒 结婚的礼盒 对不对 那如果现在它需要有100盒的这个 结婚的这个礼盒的话 大概多久前要跟你订制 你如果说100盒的话 当然是半个月前 那你半个月前的话 跟我们订制 那我们要从原物料开始找 是 对原物料开始找了之后 再去做一些后续的规划 像你想要什么样的口味 你想要做什么样的搭配 那我们再来做后续的生产 这样子 对 有个台南客人 他特地到高雄去找到你 对 对 他就是要找他的这个结婚礼盒 跟你讨论对不对 对对对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对啊 他这个台南客人 他到我的工作室那边去问我 他也是一个算是机缘吧 他在网路上面照到我 然后后来再来跟我讨论说 我的工作室有没有办法 做出他们要的那个礼盒的样式 我说奇怪 你要的是什么样的礼盒的样式 说他要连礼盒 他都要自己照 盒子的外观 他都要自己照 他自己照了之后 他问我说 我会有没有办法给他这个资讯 他说我说可以 就是我们去找这些资讯 那你来配合你 看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个盒子的外观 然后来搭配你的喜病的礼盒 对对对对 那因为他跟我说 他不要像一般外面的那个 一些房间的那个喜病礼盒 他要的是有他自己的那个风格 有他自己的概念设计的理念进去 那后来他也把他想要做什么样的饼干跟我说 那我也是有做出来 然后再来说他想要甜点里面做咖啡的搭配 然后我说那也可以啊 那也OK也不错 那后来就是就完美的呈现他的一个礼盒 完美的呈现 他是什么颜色的礼盒 盒子本身就有房屋的造型是不是 对对他是一个房屋的造型 对对对对对 房屋的造型 然后一个粉色系 然后蛮大的一个 哦哇 双层的 哦OKOK 这个砸重本了 对那他我那个礼盒不少 费用不少 嗯 但其实爱吃的人就是这么爱吃 有的人找到你是因为他想要你帮他复刻 某一个他怀念吃过的口味 对对对 那你也真的帮他复刻出来了 没错 当然就是复刻办法说不能说百分之百一定不是那样 当然就是说他要的那个样式有呈现给他 但他又没有让你吃到那个东西 他想要 他用形容给你的 对他形容给我 你很厉害 那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你有另外一个身份 斜杠斜杠到说进去高职当老师 对对对 因为我本身的一些正职的工作是老师 这个才是你正职 对对正职的工作 哦对对那饭店饭店是之前的对对之前因为我饭店的资历大概12年左右 12年的时间都在饭店那也有在外面的那些烘焙餐厅 意识餐厅当过甜点的主厨 后来到现在的话 就到学校 在学校 学校的话 他就是因为以证照导向 学生需要考到证照 我们的话就是以评级证照为主 然后再来 会像是开创一些外面的一些商品 就是一些时事商品 我们也会交价 我可以想象你的时间分配上面 比如说今天你们的脸书上面 有提到千层派皮 这种订单你接吗 千层派皮这个东西 千层派像蝴蝶酥的这种冰干 其实我们那边也有集 因为我们有这种集气 因为它的生产其实是非常费工的 因为它需要做盐压 那盐压的话 它又必须要做产品的一个松弛 那它需要很大量的时间 当然可以做 但是量是少 它没有办法说 你要生产了一次 好几包这样子 所以能够吃到的都很幸福 包括可力露也是其中一个 比较困难的产品 可力露是我们近期的一些新研发的东西 其实它本身就已经有很久 那是我们后来才研发的 因为可力露它必须要熟成 做完之后需要去做熟成的时间 通常会到一天 那需要熟成一天的时间才可以再去做烘烤 那它烘烤的时间也非常的长 那当然原物料有差 原物料也会去影响到 你要可力露的口感 像你要的 因为可力露它的口感是外脆 内湿润 对那有蜂窝性 蜂窝的组织这样子 蜂草的一个组织 再问一下 就是所谓的转转王媒蛋糕 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发想 会出现这个商品 转转王媒蛋糕 因为它其实 它王媒蛋糕 其实现在很多像IG 脸书上面 它其实都会出现 那转转蛋糕 它这个 其实它已经出现一段时间 那因为大家就看到它 可以 蛋糕可以转 那它里面蛋糕有小巧精致的 OK 对然后又有那个 算是算有点童话故事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 它又很适合放在那个 IG上面 很多人就是这样去串 然后去串 然后就有客人来问我们说 我们这边能不能做 那个王媒蛋糕 对那后来就说 你要做什么样的王媒蛋糕 他说我们想要做那个 造型转转的 OK 这个可以不错 这个蛮好 这个蛮好的 然后就问我们能不能做 然后就是照他要的样式 他看到的样式 那我们就是做给他这样子 从2011年刚开始 就是这个机器可能不多 可到现在你的机器算是很齐全 对我现在机器已经多到塞不下 才10月份刚进一个什么机器 10月份那时候进丹麦机 丹麦机它可以做的东西又更多 像是你的可颂 它是丹麦吐司 像千层派一些面皮类面点类的 其实那个东西又做又非常广泛 当然就是因为本身是做这个行业做蛮旧的 那你也会一定要去做尝试你会的东西 那你要怎么去发挥这样子 OK 这些机器就是摆着那边绝对不会浪费 一定有这个订单 OK 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 你对法兰提纳甜点工作室的一个短中长期计划吗 短中长期计划的话 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就是持续 像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有几期进来 那我们就去尝试去做一些新的甜点 是 那现在的话我们尝试的东西就是像饼干类 然后像一些巧克力啊 是 甚至是一些蛋糕 那再来我们的话也会去尝试看一些比较新颖的 比较新颖的一些甜点 然后再来是包括你季节性的 像季节性的甜点 然后再来就是比较酸属客制化的 那客制化的甜点 我们在那边有成绩 那是一定客制化一定要沟通过 是 对啊 当然你沟通完了 你才有办法去做呈现 对 然后再来的话 比较长远的计划 当然就是 可以做现在这种的产品的量 一定是不足够 那你可以承接多 承接多的时候才是我们主要的重点 承接多那重点完之后 当然你人手就要足够 对人手足够的话 我们才可以去做更大量的一个生产 OK 嗯嗯嗯 好喔 你培养了那么多的学生 对 他们都其实很希望就是 或者是他们曾经有跟你讲说老师 他们知道你自己的这个斜杠对不对 你根本就是他们的偶像 你的目标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你自己觉得斜杠 他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 你会觉得 要把它转成正直 或者是你觉得斜杠到底有什么好处 嗯 斜杠我觉得他的好处就是 你接触的人事物蛮够的 OK 他不会比较局限在你 可能单一一个工作 嗯 对那你有第二份工作 我的工作 第二份的斜杠工作 又跟我的本业其实是相关的 对对对对 那你又可以去认识到 很多不同的角色的人 老板也好 甚至一些像广告公司的 甚至一些电商也会认识 嗯嗯 对那你电商认识了之后 你要的那些 社主的层面又更旺 是 对然后 你社主层面广之后 他就会认识你 他认识你之后 你需要进一步的去做一些自己的规划 也都不错 是 对对对 也就比如说啦 你今天如果真的接到大订单的时候 你要动员 你要有一个人力的时候 对对对对 你也都可以有机会去找到这些资源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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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 斜杠顶顶顶 确实蛮好 一定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斜杠 对对一定要足够的时间 你时间的话的搭配 我觉得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挑战 因为其实刚刚你时间 你必须要分配很多时间去 投入到你自己的 嗯 的那个工作上面 嗯嗯嗯嗯 OK 好老师那我就不问你 你到底一天睡几个小时 我就不问你了 这是你的秘密 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法兰提纳甜点工作室 创办人陈振佳先生 Erro来到我们的现场 跟我们讲到他的一个斜杠的一个 就是在餐饮业的一个出身 然后在烘焙发挥所长 然后真的就是在这个高职当中 就能够成为你的学生 也是非常的幸福 因为看到老师就真的做出成绩来 那未来他们可以怎么样去发展 他们的才华 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 对 谢谢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您 谢谢